同学们好 现在我们学习第四章常用概率分布 在这一章里我们将要介绍三种常用的分布 首先学习二项分布 什么是分布呢 它反映的是随机变量取值的规律 我们用特定的函数把这种取值规律表达出来 就是分布函数 我们常用的是一定取值的概率 作为它的分布规律的刻画 这一章里我们就要介绍这三种分布 我们看以下实例 我们做了一个样本量为5的研究 有5只小白鼠 理论上呢 它的死亡概率是80% 存活概率呢 20% 如果我们注射相应剂量的毒物 按照这样的概率规律 我们想要研究 第一问5只小鼠全部死亡 那5只小鼠全部死亡的概率呢 指的就是第一只死亡 而且第二只死亡 而且第三只死亡 而且第四 而且第五只死亡 它的概率呢 就是0.8的五次方 第二问 有一只小鼠存活的概率 那么一只小鼠存活 另外四只呢 就要死亡 那这个概率呢 是用这部分来计算的 可是存活的这一只小鼠呢 可以是五只小鼠里面的任何一个 所以呢 要把这种可能的组合形式 乘以这里的概率 计算出的呢 就是有任何一只存活的概率 第三问 任何两只存活 它的概率是多少 同样的 有两只小鼠存活 有另外的三只呢 死亡 它的概率呢 就是这一部分 而存活的这两只小鼠 可能是这五只小鼠当中的 任意两个 所以呢 乘以这个组合数 这里计算出的呢 就是五只小鼠当中 任意两只存活 它的概率了 我们刚才进行的这个概率的计算 其实呢 是属于对被努力分布的实验 它的结果 所做的计算 这种实验呢 有三个特点 第一 我们重复每一次的实验 就像刚才 重复对小鼠的 毒物的注射 那么小鼠发生阳性事件 不会影响其他小鼠的结果 所以叫做互相独立 第二个特点 我们的实验结果呢 只有死亡存活两种结局之一 也就是说 我们的这种实验的第二个特点就是 它的实验结果呢 是互视的两种结局之一 第三个特点 我们每一个个体 在实验当中啊 发生阳性事件的概率 它是一个固定的值 由于概率的计算式子 在满足上述三个条件的时候呢 它的计算公式 和二项式的展开式 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称这种分布呢 叫做二项分布 一个实验 它的观察结果 如果满足上述的三个条件 那么 其中的阳性数为x 概率呢 就可以用这个式子计算出来 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组合数 这是发生阳性事件的概率 这个呢 是发生阴性事件的概率 这个组合的计算方法 可以由阶层来实现 当我们的研究的样本量是n的时候呢 实际上 可能发生的阳性数目 最大就是n 最小的呢 就是都不发生阳性事件 所以 可能的阳性事件为0 1 2 3 一直到n的概率总和呢 将会是等于1 这是满足概率分布的特点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我们想要治疗 头痛 治疗的这个有效率呢 是0.60 假设我们进行了一个n等于3的研究 现在关心的呢 是阳性数为2的这个概率是多大 也就是 恰好有两个人有效的概率是多大 那这个实验呢 就满足前述我们提到的 被努力实验的三个特点 于是呢 可以带入这个公式进行计算 其中的 理论上的阳性率呢 就是这个0.60 理论上的阴性率呢 就1减去0.60 总的样本量呢 是3 发生的阳性事件数目呢 是2 也就是说两例 正好有效 我们把样本量 以及阳性数目呢 它带入公式 得到的这个计算结果呢 0.432 也就是说 当总体的有效率是0.60的时候 我们治疗三个人 恰好有两个人有效的概率呢 就是 0.432 对于更为普遍的这种二项分布 我们来了解一下 它的 概率的分布特点 对于 样本量为3 理论上的阳性率为0.5的 这样的一个实验 那么 总的例数为3的时候呢 可能的阳性数目呢 最小就是0 最大 就只能是3 把这些参数呢 带入前面的 概率的计算式子 就可以算出 各种可能的取值下 它的 概率的分布情况 我们看 第二个图 理论上的阳性数呢 是50% 那么 我们进行一个n等于10的研究 那么50%的个体呢 将会发生阳性事件 所以 理论上呢 最多的 发生阳性事件的数目呢 将会是5 在这里呢 具有最大的这个 概率取值 越远离 理论上的 阳性数 也就是10乘以0.5 远离5的地方呢 这个概率的取值啊 就逐渐的就减小 我们就看到了 在这样的一种参数条件下呢 二项分布的一个 分布特点 为了更好的概括 不同的参数条件下 二项分布的这个 分布特点 我们给出更多的例子 这第一个例子呢 是 n等于3的时候 π呢 等于0.3 我们计算出的各种可能取值的概率 第二个图呢 这个样本量就有所增大 那么 第三第四个图呢 样本量呢 逐渐的增大 我们发现呢 随着n的增加呀 这个二项分布 所对应的这个分布图形 对称性呢 就逐渐的在改善着 我们来概括一下 二项分布的特点 第一个 二项分布呢 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样本量 一个呢 是理论上的阳性率 第二个 当理论上的阳性率呢 等于0.5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概率分布啊 是一个对称分布 第三 当理论上的阳性率 不等于0.5的时候呢 就会呈现出一种偏态分布 不过 随着样本量的增加 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 分布的 对称性 就逐渐改善 我们说呢 它逼近正态分布 所以 一个经验的说法就是 当理论上的阳性数 和理论上的阴性数 都比五大的时候呢 我们就认为 二项分布 很好地逼近了正态分布 我们看 第三 我们来计算一下 二项分布的均数 和它的变异度 我们这个研究 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呢 样本量是比较少的 是三 理论上的阳性率 0.6 那么利用二项分布的公式 我们可以计算出 发生阳性数的这个 个体数目是 0.1.2.3时候的概率 我们知道 把这些概率 以及呢 可能的取值 也就是阳性数 也就是阳性数 0.1.2.3 代入 求数学期望的 计算公式呢 就可以算出 均数 也就是说 平均而言 我们做很多的实验的话 将会有多少人 是发生了阳性事件的 我们计算以后呢 均数等于 1.8 也就是说 重复很多次的实验的话 当我们的样本来是三 那么平均而言呢 将会有1.8的个体呢 是治愈的 代入方差的计算式子 我们可以计算出 所有可能的曲值 也就是0.1.2.3 所对应的这个变异度的大小 得到的这个方差呢 是0.72 这个呢 就反映了 平均而言 我们的阳性数目 离开 理论上的阳性数啊 它的平均大小 下面我们介绍 二项分布的均数和标准差 我们进行 样本量为N的一个研究 而理论上的阳性率呢 是π 那么 在这样大的一个样本量里边 有 多少次会是阳性呢 我们知道 做N次重复的实验 发生阳性实验的数目呢 最小将会是0 最大的将会是N 那么很多次的重复实验里边 大家的阳性数目的均数是多少呢 它就等于N乘以π 对于样本来为N的这样的研究 我们重复很多次的话 每次呢 得到的阳性数目啊 是不同的 会围绕着这个理论上的阳性数目 有一定的波动 平均的波动幅度是多少呢 就是这个标准差 这个呢 是反映了 我们做很多次的研究 大家的阳性数 离开理论上的 应该发生的阳性数目 有多远 刚才我们介绍的呢 是基于阳性数的 平均水平 和波动情况 那么这里呢 给出的是 当我们关心的是 阳性率的平均水平的时候 那么我们注意到 阳性率的平均水平 将等于理论上的阳性率 那么多次实验 我们每次实验呢 都用的是 亚马良为N的研究 可以估计出 各自的一个阳性率 那么这些阳性率呢 会围绕着这个 理论上的阳性率波动 平均的波动幅度是多少呢 就是这个标准物 因此 做很多次的研究 阳性率的波动 就称其为 率的标准差 由于这个标准差越小 反映我们估计的效果越好 也就是误差越小 所以呢 阳性率的标准差呢 我们也称其为标准物 这里我们给出一个例子 进行了一个N等于150的研究 理论上的阳性率呢 是 6.7% 我们来估算一下 假如做 重复很多次的 样本量为150的研究的话 平均而言 我们的误差 在什么样的水平呢 我们带入标准物的计算公式 得到的结果呢 是2%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人群当中 当它具有这样的阳性率 样本量又是150的时候 平均而言呢 我们开展这样的研究 将会具有2% 这样的一个误差大小 二项分布 它描述的是 符合被努力实验条件的 这样的一些实验结果 概率分布的规律 这就是被努力实验 它的三个条件 二项分布呢 有两个参数 规定了它的分布的形状 一个是样本量 一个是理论上的阳性率 当理论上的阳性率 接近0.5的时候 我们的二项分布呢 很好的逼近对称分布 如果我们的阳性率 不等于0.5 那么 随着样本量的增大 也就是说 随着理论上的阳性数 和理论上的阴性数呢 都比较大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二项分布啊 也能很好的逼近 正态分布 当我们关心的是 实验结果的阳性数的时候 那么 服从二项分布的这些实验 那么理论上的阳性数啊 均数是这样计算的 进行多次重复的实验 阳性数呢 将会围绕着理论上的阳性数 有一定的波动 这个波动的幅度呢 是用 这样的标准差来估算的 有些研究里面呢 我们关心的是 各次实验的阳性率 试图呢 用各次实验的阳性率去 估计总体的阳性率 各次实验的阳性率的 平均水平 那就会等于 理论上的阳性率π 各次实验的阳性率的散布情况 可以用阳性率的标准物来计算 这就是二项分布的 一般概念和主要特点 这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